Go Go Kevin Go Go 紅不浪 穿著大紅旗袍改良的隊服 亮相 為全龍啦啦隊 重磅補上林鄉跟李多慧 良人同台替中職開幕站 吸引不少球迷 多了一個很熟悉的夥伴 因為畢竟之前有一起應援過 然後也有一起到國外應援過 所以很開心就是再續前緣這樣 我最近很喜歡紅色的 但是這個旗袍紅色好漂亮 中華職棒35年開幕站 第一次在大巨蛋開打 寫下歷史記錄 由上一季的總冠軍 為全龍迎戰樂天桃園 對我們來講 對大家來講 工作人員來講 也是一個還滿棒的一個體驗 對 那我還是希望說 以後有機會的話 可以藏在這樣的場地進行比賽 觀眾席放眼望去紅彤彤一片 球迷在比賽前早早入場 換好應援服裝跟道具 準備大聲力挺球員和球隊 不過加油打氣得先吃飽 才有力氣 幾個便當 兩個 兩個 因為電影周楚除三害意外爆紅的 陳桂林排骨便當 快閃台北大巨蛋 開賣前一個小時就出現排隊人潮 看了電影 然後看軟筋天吃好像真的很好吃 它只有在桃竹廟而已啊 對啊 因為我們本身是台中人 所以我想要吃看看 滷排骨幾乎占據整個便當的大小 加上三樣經典配菜 一千份的排骨便當半個小時就賣光 歸功於周楚嗎 歸功於小天 台北大巨蛋首次迎來職棒開幕戰 備受矚目的不只有賽事 還有應援的啦啦隊跟便當 都成美光燈焦點 3D新聞 6月7日 台北採訪報導